大家好,我是新闻民事事务所的杨律师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讲美国移民的基础知识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了EB2、EB3这两个类别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EB1这个类别里面的EB1A杰出人才 以及EB1B优秀教授研究人员 移民局在审理这两种立卡的时候 那么采用的是两步法 首先是看申请人是否满足基本的条件 然后再做所谓的Final Merit Determination 也就是最终价值判定 那么对于EB1A杰出人才 满足基本条件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获得国际重大奖项 比如诺贝尔奖、奥斯卡奖等 第二种是在EB1A的十个条件里面要至少满足三条 十个条件我列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自己阅读一下 而对于EB1A申请的第二步 最终价值判定 则需要证明申请人在里面拥有持续的国家级或者国际级的影响力 同时要证明申请人的成就在里面内获得了任何 表明申请人是里面内顶级的专家 对于EB1A主要的申请人包括科研工作者、艺术家、商人和运动员 那么他们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申请呢 对于科研工作者 一般来说需要有七到八篇的文章发表 做过四到五次的审考 同时有三百到四百次的引用就可以递交申请 而对于艺术家 一般需要有获奖、评审以及媒体报道 有的艺术家还会有作品展示 也会有学术文章的发表 以及知名协会会员的身份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对于艺术家的评审 他跟科研工作者是不一样的 艺术家他们的评审工作 一般是指业内的奖项的评委 对于商业背景的申请人 一般需要有获奖、评审 媒体报道 知名协会会员身份 有的申请人还会有 关键领导职位方面的证据 比方说在知名的公司 担任CEO、CTO这样的职位 对于运动员 一般也需要获奖、评审和媒体报道 那么有的运动员也满足 关键或领导职位 比方说是国家队的队员 那么也有的有 知名协会会员的身份 总的来说 EB1A对申请人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上面我介绍的是EB1A的基本要求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满足EB1A的要求 你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会为你做免费的评估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EB1B优秀教授研究人员 对于EB1B来说 它是需要雇主支持的 它的要求相对EB1A就要低不少 对于第一步基本条件判断 就是来满足 第一种就是和EB1A类似 曾经获得过国际重大的奖项 那么第二种是在六个条件里面 至少满足两个 这六个条件我也列在了这里 大家可以自己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 EB1B对于职位是有一定要求的 移民法的规定是 EB1B的职位必须是永久职位 就是所谓的permanent position 那么这里的永久 不是指终身不能紧固的意思 指的是这个职位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比方说有的不后职位明确规定只有两年 那么这样的职位就不符合EB1B的要求 而对于EB1B的第二步 最终价值判定 它的要求跟EB1A是不一样的 它要求受益人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那么我自己说受益人 是因为EB1B的申请人 他是雇主 雇员是这个申请的受益人 因为EB1B主要是针对科研工作者 那么基本满足的条件是 有三到四篇文章发表 四到五次的审稿 几十次的引用 以及至少三年的科研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 EB1B对受益人的要求 比EB1A对申请人的要求要低不少 同时EB1B对雇主也有一定的要求 比方说需要有至少三个科研人员 有一定的科研成就 有能力支付雇员的工资等等 好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我将为大家介绍L1签证 以及EB1C绿卡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